台湾的人行道有多不順暢呢 有民眾決定要透過拍跑酷影片來驗證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上的人行道 大約50公尺堆滿了雜物 包括有盆栽 椰彈樹 還有人圍庭 或者是有變電箱擋路 想要好好的走完 得跨過重重的障礙 影片曝光之後也引發熱議 有用路人指說 每次走這段路 真的是要過五關 斬六將 台灣的人行道怎麼走 跑酷給你看 指尖塔伸手矯健 第一關先閃過滿滿的雜物 盆栽 聖誕樹 木箱等 再來跳過變電箱 連攝影師都得一起跳過 最後閃過一台轎車 整個過程驚險萬分 必須跨過重重障礙 像在過五關斬六將 有些木板好像也搖動了 然後這些盆栽都擋到通路 走起來事實上是險象還生 看不看見面 怎麼動 你看 二物不起盆 他開始停在這裡我怎麼走 影片真實地點就在嘉義市西區民族路 短短大約50公尺的人行道堆滿雜物 加上圍庭 讓民眾決定拍起跑酷影片 教大家如何使用台灣人行道 諷刺意味十足 網友一看直呼太離譜了 台灣特色式交通 連攝影師都差點陣亡 本分局以規劃輕道專案 加強該路段的交通秩序整頓 並要求電災的盆栽 不得占用道路及違規停車 用跑酷方式穿越滿滿障礙物的人行道 意外掀起話題 警方表示將加強整頓要還給行人 一個安全的行走空間 記得蔡崇武嘉義報導